在杂草丛生荒郊的野外 有一栋已闹鬼著名的鬼屋 很多寻找刺激的人都会到这里走上一趟 这不又有两个胆大的来探访鬼屋 漂泊大雨 滑坡夜空的闪电 无疑给这阴森的鬼屋增加了恐怖的氛围 此时有什么物体悄然靠近两人 等他们惊恐地回过头 咔嚓一声随之响起 原来是这屋子的大胖小兽故意弄出来的恶作剧 对的就是逃女幽灵开心 从墙上遍布的惊恐罩来看 这样的恶搞显然不是第一次了 幽灵细细查看了俩鬼拍的照片 最终选出了小兽的作品 作为这次的圣者 贴在墙上后将它相吻一枚 受到女神的亲亲 小兽乐得在空中旋转好几个360度才停下 而大胖气得垂胸顿足 郁闷到不行 下桥又有人要进这间鬼屋 大胖心想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来者正是我们的苏尼克和齐普 两人是路过这边进来避雨的 屋外电闪雷鸣 加上诡异的画像 胆小的齐普已经被吓得瑟瑟挖斗 突然他注意到 镜子里的自己变了另一副模样 下一秒 大胖就从里面钻出 吓得齐普面容失色 发出了撕心裂肺的惨吊声 大胖也赶紧按下快门 一张惊恐的表情包就新鲜猪炉了 幽灵见了喜欢的不得了 上了他香吻两枚 大胖心想 哇 鬼声圆满了 嫉妒的小兽也不甘示弱 猛然出现在齐普面前 就这样一张张他的丑照随之出现 每次都没有令人失望 瞬间成了俩鬼魂的宠儿 然而觉得好玩的索尼克 也拿出手电一顿猛下 直接把精疲力竭的齐普下晕过去 小兽见缝插针 一张都不错过 幽灵看着这些照片 笑得乐不可知 大胖小兽站在一旁 满心期待 然而幽灵看着看着 发现每张路过的索尼克 都是一脸漠然 甚至觉得有点好笑的模样 幽灵大发雷霆 没给他俩一个好眼色 气呼呼地离开了 两只鬼魂也去找索尼克 要回场子去了 他们穿上厚重的盔甲 想去吓唬索尼克 却没想到 见到满月的他 直接化身为狼人 不对劲 他不是刺猬吗 为什么是狼人 算了 则变吧 变身为狼人的索尼克 一拳搞定一只鬼 面对威猛的敌人 俩鬼魂表示搞不定 赶紧离开 无意间 他们把自己的丑照拍了下来 可怕幽灵笑得不能自我 其中 夹杂着索尼克的恶意挑衅 这一下 俩鬼魂被气得不轻 决定暂时放下双方之间的决斗 合力对抗索尼克先 于是 他们合体变身为绿色大怪兽 索尼克也是没在怕的 提起拳头就是干 无奈俩鬼合体后 战斗力提升了 不仅打不到 还能透明化自己 这一下 索尼克再能打 也找不到地打了 奇普惊奇地发现 相机能把隐身的他们拍出来 可这是在打架 哪有时间等相片显现 于是 索尼克又吃了一顿拳头 气得他胡乱挥打 可惜 最后还是被鬼魂打倒的地 但在准备拍丑照时 俩鬼又在为谁拍照而发生内斗 而这下 索尼克报仇的机会来了 轻而易举的就把俩鬼打飞 期间 相机拍下了索尼克的帅照 幽灵见了满脸花痴 也过去 天气恢复了勤劳 索尼克和奇普准备继续出发 然而 今天的奇普格外的黏人 还要求合影一张 索尼克不明所以 但还是照做了 咔嚓一声 相片弹了出来 上面显示的 却是索尼克和幽灵 原来 他头梁换柱 把自己和奇普的灵魂互换 可怜的小奇普 也不知道为什么 自己要遭受这样的待遇 妥妥的工具人一枚 好了 这就是今天萌妹带来的影片 鬼屋惊魂夜 我们下次再见